而在屏东长治乡则发生一起 民众遭到饲养的熊抓伤的意外 被抓伤的还是被封为黑熊达人 饲养台湾黑熊长达快30年的李腾镇 当时他正方呢 这黑熊要套上电子巷券的时候 疑似呢这黑熊发情了 情绪不稳的年轻黑熊居然疯狂攻击四组 而在旁边太太为了救他也因此受伤 目前两个人紧急转送长庚医院 和蔼的脸庞 手抱台湾黑熊从眼神就可以看出 对手中这只台湾黑熊满满的爱 饲养台湾黑熊近30年的李腾镇 怎么也想不到这双利爪竟然把他送进医院 家属召集了在外面等待 不敢相信养了这么久的黑熊 竟然会发狂攻击四组 屏东县长治乡71岁的李腾镇夫妇 清晨8点左右进入笼子内 准备为黑熊套上电子巷圈时 竟然遭到黑熊攻击 一旁的太太为了救丈夫不幸也受了伤 两人投手均有严重的撕裂伤及抓伤 紧急转送长庚医院 抓伤人的黑熊一脸无辜 暂时被安置在笼子内 李姓湘明登记饲养的台湾黑熊 目前是三公一母 经过线谱了解 攻击的黑熊是年轻公熊 疑似有发情现象 情绪比较不稳 培养了近30年的感情 最后竟然被一双利爪给狠狠抓破 记者综合报道